受到台风度苏瑞外围环流影响 浊西乡乡内浊青春 林外道路发生了落石摊房 而清水部落居民无法外出 县府上午紧急宣布清水部落停班停课 而在当地的居民以及警察合力之下 迅速将沙石清出 已经恢复通行了 大片土石滑落阻挡道路 大小落石散落满地泥泞 树木也是连根拔起触目惊心 这里是通往清水部落 浊青春连外道路土石摊房 导致大约有60多位的村民受困 杜苏瑞台风威力惊人 抢休时不时降雨也影响救灾的进度 幸好发生落石当下是在清晨 没有人车经过 巡逻人员发现赶紧通报在黑应变中心 派员清除抢通 本所于今天28日6时 本辖居民与社区群组赖通报本所 以花旗三线网清水部落100公尺处 山坡落石滩方 导致道路一度中断通行 本所立即前往了解 并紧急处理 放置三角锥封锁线 并联络轴青村长 通报卓西乡公所 派员前来抢通 汤方道路处 以时时四十分 抢通往来道路通行 县府也决议清水部落停班停客 有乡长指出 这片山坡从918台东地震后 就非常不稳定 这回受到台风风强雨大 希望后续能够做好水土保持 不要再有灾情发生 记者高双双 卓西乡采访报道 来到 双双瓸 感谢观看